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加拿大安省南部的一个城市 它就是巴黎 它位于多伦多以北大约90公里 它位于Lake Sinco湖的西侧的肯鹏菲尔特湾的沿岸 从多伦多的Downtown最快的路线就是开车一路沿着400北上 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另外还可以从多伦多城联合总站的洲际火车 它也是另外一种体验 它的终点正好刚刚到Barry的最美丽的湖滨 巴黎的海滩是最受欢迎的特色之一了 它拥有三个海滩 还有众多的公园 还有非常迷人的海滨小径 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洲际火车刚刚正好抵达这个巴黎的海滨 我们先来到了它比较出名的Centennial Park 来这里欣赏一下美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8分钟 来这里欣赏一下美景 中文視 ze杯 发 лес está滑上 臨厂的通过 接空属属口 有点準而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从这个角度欣赏美丽的坎鹏菲尔特湾 坎鹏菲尔特湾是一个14.5公里长的海湾 某些地方深达30米 在巴黎与西姆科湖相连 以冰调和福怪Campenfeld Kelly的传说而闻名 这条迷人的海滨小径 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最大的吸引力之一 沿着湖边的小径一路往北走 就来到这个水上的公园 往常这里经常举办大型的活动 眼前看到的这个是Spirit Catcher 也叫做补魂器 它是一个钢铁制成的动力的雕塑 它是由雕塑家Ron Baird 为1986年的温哥华士博会设计的 据说灵感是来自于原住民文化 雕塑有21米高 16根动态的羽毛饼 风吹来的时候 它们会来回摇摆 它现在成为了巴黎的地标 也是巴黎海滨的焦点 巴黎的人口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地增长 因为多伦多的房价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多伦多人都选择了 在巴黎来买房子 到2020年底的时候 全市大概有15.5万人 据政府预计 到了2051年 巴黎市的人口可能会翻一翻 达到30万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最接近Berry的Downtown的Huritage Park了 这个龙的雕塑 据很多人说 它也是象征了加拿大的传说中的狐怪 Camponfell Kelly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据说有很多的目击者 我觉得大家看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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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